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迪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近期喝到非常非常厉害的手冲手法 说到手冲手法呢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曝骨哲 四六法 那前一阵子曝骨哲又分享了另外一个手法 而且他说比四六法还要完美 我觉得是简单 应该说他的成功率更高 那我们这几天在家冲咖啡的时候 都也是使用这个手法 不管用什么豆子 浅焙 深焙 喝起来都变得很甜 都变得更好喝 而且他不是说有很多选手 就问他说 诶 那个传授一下 对 以上一次要通三杯 那如果这个手法又稳定 然后又好喝的话 那就是非常适合比赛 做地手法 对 那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是说来自上帝的食谱 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呢 有这个 有开关的滤杯 曝骨哲他使用的就是Hario Switch 这个可以做浸泡 也可以做地律的这样的一个滤杯 那这次呢 也非常感谢台湾Hario 提供我们这个滤杯来使用 再来呢 要准备一个冷水壶 等一下这个手法会使用到降温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个手法 然后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个手法 会让咖啡变得更好喝 豆子要20克 20克 这只不能再倒出去了 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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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研磨度呢 可以依照个人喜好 你想要它浓一点就可以磨细一点点 然后如果想要它淡一点点的话 那就可以磨粗一点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Easypresso的K 那我们是用可度58 就跟平常一样 对 那我们今天会用92度 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 习惯的那个温度 好 20克的研下去 等一下呢 会分三段注水 第一段注水 注60克 第二段注水 也注60克 那前面两段呢 要把开关打开 就让它呈现一个低率的萃取 那最后一段 注到280克 要变成浸泡 第一注水呢 我们注60克 好 开关打开 那瀑骨则是说 就是随意绕圈就好 看起来厉害 对 粉都有吃到水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其实我发现很多 就是像我之前去布达佩斯啊 或新加坡 我看很多咖啡师他们在闷诊的时候 注水速度都很快 而且注的量很多了 我觉得也蛮合力的 就是那样所有粉 吃在一期不同的时间吃到水 对 不然如果注了30秒 还有粉丝干的 那它就会比别人少30秒时间 对 然后30秒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到120克 然后这时候中间我们就来让水温降温 至少要降到70度 然后等到它流的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把开关关起来 然后它就会变成浸泡 1分15秒的时候我们要注到280克 1分15秒 然后我们注到280克 好 这样子 其实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浸泡呢 浸泡到1分45秒 就可以把它滤下来 那曝鲁则是有说啦 就是整段的萃取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 就是说如果你3分钟到了 你看它水还没有全部流下去 那你就可以直接先把滤杯离开 那之后如果觉得太浓 你再去加水就好了 所以不要萃取超过3分钟 应该就避免一些后段的一些苦味啊 色味跑出来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喝看看 那像我们这次呢 大概2分50秒左右 好 其实差不多差不多 对 好 这样全部流完 OK 那我们就喝看看啦 超甜 超好喝 而且我们已经用了比较酸的豆子 对 对 因为我们之前有去配配方 然后有放肯鸭 然后那时候一加肯鸭就说 啊 它会变好酸啊 对 就是肯鸭还是有一个比较刺激的酸 嗯 但是这个做法呢 就可以让酸味没有那么突出 它不会那么刺激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后段的甜感就会很扎实 嗯 我觉得它是很顺 就是也不会有那种尖锐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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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些咖啡会有个色 色色嘛 或者是尖锐 然后 body不好的那个感觉 对 这个做法它的 body会非常好 后段因为用浸泡的关系 所以就会让它整个后面的味道就变得很温和很饱满 这个手法我们也有试过用比较深焙的痘子去冲 也是ok 嗯 你要冲给我的吗 你没有喝到 你没喝到 我自己在家试的 我感到害怕 家试还是来看 我觉得还好 哦 所以不只可以修饰酸也可以修饰苦 因为它其实后段没有萃取很多啊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萃取的原理好了 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萃取就大致上分为香气 前段很多香气 然后和酸脂 然后中间是比较多的甜感 最后是苦味 所以通常大部分的萃取呢 都要尽量避免到后面的苦味的萃取 要嘛就是有一些人提前结束萃取 就是我不要萃到那么多 然后后面用加水的方式去稀释它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降温去让后段萃取不要那么高 曝谷哲他分享的这个做法 用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降温 然后第二个是浸泡 所以它等于是说 它让前段的味道尽可能去萃取出来 用高温 然后去用低率尽可能萃取出来之后 后段我们就降温 然后并且用浸泡了 就比较不会出现那些苦涩感 我觉得是很合理 而且很天才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霍姆哲一直都是一个很学历派吗 就是他的朋友为什么 他可以把理论和识作放在一起 对对对 有些人是 我是一个感觉 我吃了就是很好喝 对对对对 那你就是相信我 对对对对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这样好喝 对对对对 然后觉得好厉害 其实很有道理啊 前面用低率尽可能萃取风味 然后后面用低温浸泡 然后让味道不要那么过头 但是又饱有口感 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对对对 其实就是跟之前我们讲过很多低率加进口 对对对 然后也是什么滤杯都可以用 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 跟四六法的逻辑有点像 復古则有说 如果前面两段 你如果想要让甜感多一点点的话 那你就第二段注水量增加 然后第一段减少 对 那如果你想要让酸值多一点点的话 那就第一段增加 第二段减少 那个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有解释过 为什么这个做法会让酸和甜的比例 味道不一样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微调 不一定说都六十六十 可以五十七十 或是七十五十 甚至八十四十之类的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呢 是铺着来自上帝的食谱 那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试看看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也请分享给有在喝咖啡的朋友们 如果想要看我们分享其他不同的手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